因為它符合我所有的 哈囉 安安大明星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秀 樓俊碩 好 今天要來進行 理想心二選一 這應該蠻簡單的吧 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非常困難 我現在剛剛光聽到這個遊戲 我就覺得 有點緊張嗎 我先說這只是個遊戲 第一題 瑞德跟凱樂 瑞德跟凱樂 絕對是凱樂的 好 因為凱樂就是 他是一個非常照顧我 然後非常照顧我的前輩 然後瑞德就是自己同 自己人沒事 沒關係的 就怎樣 好 凱樂跟痘痘 凱樂跟痘痘 絕對是凱樂的 二連陣 凱樂那麼強 他絕對是凱樂的啊 如果你是用 繼續用凱樂 繼續問家訓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喔 好 下一集 算了 先別說 凱樂跟 梁以辰 絕對是凱樂 凱樂生 猶豫都沒有猶豫 絕對沒有猶豫 沒有要跟以辰交代什麼嗎 以辰都不需要 他們不會跟凱樂姐搶頭銜 哈哈哈哈 凱樂跟 紀古新 這 絕對是凱樂的啊 絕對是古新的啊 凱樂跟 吳卓元 凱樂跟吳卓元 欸欸欸欸 都 凱樂 為什麼猶豫呢 因為最近跟吳卓元 合作一首新歌 這個叫七七分之一加一 這首歌非常好聽 凱樂跟 小賴 修好意嗎 誰跟小賴比對 小賴就是在後面 等一下我發現 大家對小賴的態度都很不優勢 真的嗎 沒有 沒有 大家都是愛小賴 好不好 大家都是愛小賴 凱樂跟 小豬 凱樂跟 主任嗎 哇賽 欸 全論是主任 這必須要長又有虛啊 主任就是好不好 畢竟他是凱樂的老闆 最後一題喔 結果會是誰是不是 好 小豬跟 蕭環 環環 環環直接打趴前面的所有人欸 你可以講一下選擇的原因嗎 其他選擇的餘地嗎 沒有 沒有 他是版版 他是版版 因為他符合我所有的 全新 EP 我全新 EP Boring 他是一張全創作專輯 那這次 這次 Boring 他不只是 持續創作 甚至連企劃都自己來 算是我回歸獨立之後的 第一張 覺得最是最符合我的面向的一張 EP 這張 EP 我每一首歌都會拍MV 算是花了我目前畢生的積蓄做出來的一張好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登錄這次 會在7月31號開首場個人演唱會 即將在4月11開始公表 還是會有一些演唱會的嘉賓 可是嘉賓是誰我就不透露了 因為我希望大家還是會因為我來的 那我覺得是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 盡力去做這次演唱會內合 表演絕對是無鈔所持 因為我這次 不管是影像還是表演 我都很謝謝準備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